讲路由参数如同的页面进行传递 我们希望当你点击第一条数据的时候 进入详情页的时候 把这条数据的ID带给详情页 那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我们先来讲第一种方式 叫做动态路由 打开我们的代码 进入到Home页面 找到List这个组件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挑战到详情页的时候 这里面你写的就是一个to路径 好 它就跳到Detail 实际上这块你可以这么去写 它跳到Detail页面 后面你要把它的ID也给传上去 它的ID是哪个呢 它的ID是item.getID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第一条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你进入到Detail页面 同时传递了一个1过去 但是Detail页不显示了 为什么 打开我们的代码 进入到App.js这个文件里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你的路径 完整的匹配Detail的时候 我才能进入到Detail这个组件 当你访问Detail反斜杠1的时候 它其实并没有精确的和这个Detail做上匹配 所以它不会走这条路由记录 所以这个组件就不会显示出来 那么如果你想Detail1 能够和这个路径匹配 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后面加一个冒号ID 它的意思是 你访问Detail路径下 你还要传递一个额外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ID 或者说这个参数的名字叫ID 那么Detail反斜杠1的这个路径 就会和它匹配 Detail和它这个字符串进行匹配 而1呢 和ID这个参数就会匹配的上 这么去写我们的代码 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页面上 大家来看 我回到首页 再进到详情页 能不能进啊 完全可以 好 详情页面已经有了这个2这个参数 那我怎么去拿到这个2呢 接下来我们打开详情页面的代码 我们打开Detail啊 Detail这里 在render之前 我们可以干这样的一件事情 console.log一下 list.props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 打开控制台 大家看啊 props里面有一个match match里面有一个params params里面有没有我们传递过来的这个id是2呀 所以通过这个params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id了呀 上面也是一样的 那就来看 matchparamsid2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种形式 .match.params.id 这种形式 我们就可以拿到副组件 或者说上一个页面 传递给我们来的id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写了 component.deatmount的时候 我把这个参数传递进来 然后呢 getdetail这块 就能拿到一个id 那么我掉用actioncreator的时候 我把这个id传给actioncreator 找到detail的actioncreator 我呢 接收到这个id 然后在请求接口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id传给后端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 打开手印 然后我们点network 听一下这块的内容 当我进第一条数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请求的接口id值是1 回到手印 我请求第二条数据 它请求的id就是2 那么后端就可以根据这个1和2 给我们返回不同的内容 真正项目上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同的页面 展示不同的内容了 这是第一种获取参数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通过什么呀 通过在这个路径后面 加一个反系杠的形式 然后来获取这个参数 这种形式呢 获取参数 我们就叫做动态路由获取参数 接着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 来获取这个参数 怎么做 关闭掉这些代码 我们依然打开home这个组件 找到components下面的list.js 这个时候啊 我不让它后面跟反斜杠了 我让它跟一个问号id等于保存 回到页面小 我们看 相信一下啊 点第一条数据 大家看它到detail页 然后通过参数的形式 带了一个id过来 这个时候detail页面又不显示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改了路由的配置 我们重新打开app.js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啊 访问的是detail 问号id等于1 它下面这个路由项匹配不上去 所以呢 你这块还要改回之前 我们的这种写法 直接这么来写就行了 detail问号id等于1 它其实这个路径啊 detail和这个detail能匹配得上 所以这样写 它依然能匹配得上 它就会把detail这个组件 显示出来 我把这块代码去掉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无论你访问id等于1 还是id等于2 都能显示出对应的组件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你显示组件只是第一步 我们回到详情页的代码上 进入到pages下面的detail 这个页面的index.js文件里面 我们呢 依然在render函数最下面 console.log一下 this.trops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打开控制台 我们刷一下 这个时候依然会输出一个object 我们看 这个时候这个id等于2 它还在match下面的params里面吗 很显然它不在这里了 那么通过问号这种形式传递的参数 你到哪去取呢 大家来看 这里有一个location location里面有一个search search里面有一个id等于2 所以呢 你要手动的去解析这个search里的内容 从这个字符串里把这个2 提出来再去使用 你要这么去写 .log this.trops.location.search 保存 我们试一下 大家看 id等于2 那我改成1呢 id等于1 所以这种形式呢 需要你自己去处理这个字符串 所以有一点麻烦 后续大家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 这里就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传递了 还是用我们之前动态路由的形式 来传递这个参数 那种形式传递参数最简单 通过mesh.params.id 直接就能拿到你传的参数 所以我们呢 把代码回调一下 打开home下面的list.js 这里呢 我们依然把它变成反斜杠的形式 加一个id值 然后我们再打开app.js 把路由改成反斜杠 冒号id的形式 保存 关闭掉我们这些代码 然后回到页面上 刷新 先回到首页 没问题 我们点开network 点击第一条 请求id.1 点击第二条 请求id.2 这样的话 我们的首页挑战到详情页 详情页根据id 请求不同内容的这个功能 就做完了 实际上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进行多个页面之间的数据传递 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